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多人都经常经历两种行为,一是逢年过节祭祀先祖时上香,或者游历明山大庙,入庙礼神拜佛时上香,另一种则常见于民间一些文娱活动,比如舞狮子等,人们会按照特定步法行走,这就叫踩钢,那么,俗话说,右手不上香,左脚不踩钢,又是啥意思?难道这是古人流传下来的封建迷信吗? 读国学经典,误人生智慧,其实,无论是上香还是采钢,都是我国古人的一种文化传承,就拿上香来说吧,它至少是人们在社会活动中的一种礼仪形式,无论是用在祭祀先祖,还是礼拜神佛都充分体现了人们孝敬祖先和期盼平安的一种心态,当然,用唯物辩证法来看,任何事物都有对立面,有证就必有邪,自古以来,也有很多人利用上香来传播 各种迷信思想,所以,我们也应当注意分辨,所谓戏取精华,取其糟粕也,而采钢就更是我国民间常见的一些步伐了,比如在很多农村里,谁家老人去世后,下葬之时,葬夫抬灵旧的步伐便是一种采钢的形式,他要求步伐沉稳,动作一致,这样走起路来便感到很轻快 另外,民间一些法师在航科眼教时,也常常会走出一些奇怪的步伐,这也是一种采钢的形式 据说,法师采钢可以让自己藏身夺影,免遭邪灵侵害,不过,很多法师采钢,更多的是一种民间文体活动,像法师渡王时的跑花,便是引导校家按一定步伐跑的一种舞蹈形式 特别是在我国湖南的湘西一带,老人去世后,还特别流行这种行为,按当地人的说法,高授老人去世后,是一种喜笑 后人要为老人举行丰盛的葬礼,在这期间 老人的后人,常常以跑花的形式,围着老人的灵鹫跑,当地人又将这种行为称为长花,这或许也是孝道的一种形式吧 那么,我们现在来谈谈,民间俗语中,为啥说右手不上香,左脚不踩钢 首先,我们来说说俗语中的前半句,也就是说,为啥右手不上香 右手不上香,或许很多人都感到奇怪,因为他们平常都是用右手上香的 其实,这种规矩可以从两方面来解读 一是从礼仪上说,古人一般都以左为尊,也就是说,面对香炉,右边为尊 所以,上香时,硬从右边掀上第一根香,然后依次往左边插完三根香 那么,按这种插法,用右手上香,每次再插下一只香时,前面插好的香,就总是有些碍手 二是从实用性来说,用右手上香时,再插下一只香时,右手很容易触碰上一只香 从而使其香灰掉在右手手背上,而灼伤自己 而用左手上香,则完全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诸位如若不幸,可在实践中体会 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古人规定用左手上香 完全是为了自身的安全,并不是啥封建迷信 左脚不踩钢 其次 我们再来谈谈,为啥说左脚不踩钢呢 这是因为我国民间,无论是普通人还是法师 他们踩钢时,都要求脚步沉稳有力 而我们绝大多数人在平常走路时,都习惯先用右脚 所以,右脚的稳性肯定比左脚强 就算有少数人习惯用左脚 那么,他一个人的行为也会打乱其他人动作的协调性 因此,古人便规定,踩钢时必须先动右脚 就算是民间法师在受徒时遇上左撇子 那他也必须习惯用右脚踩钢 不然,这个徒弟以后受徒,就会强行交出更多左撇子了 这不也是违反人的胜利习惯吗 所以,无论是用手上香,还是用脚踩钢 这些风俗,都是古人在无数生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 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如若不然,诸位便只好在生活实践中用赤一欠掌一致来领悟这些生活哲理了 烧香来烈 唐代杜木写 烧香翠羽杖 看舞玉金群 鸟鸟的香烟和美人舞动的金群构成一幅繁荣的画卷 令人心持神网 周礼,春冠,大宗伯 言以阴四四号天上帝 以时柴四日月星辰 以一辽四四中私命 封氏与氏 丁卫,天香传,又说 香之为用 从上古矣,所以奉神明 刻以达捐结 三代阴四,守为星之剑 而沉水熏路无闻也 古人将焚烧时的香烟 当作是一种信使 燃柴生烟 表示告天 自己所求也能够被神明听见 随着中国香市的发展 烧香更加普遍 还催生出了不少香聚 比如说香炉 中国的一个香炉 是流向的博山炉 宋代三教融合后 无论是道教还是佛教都习惯烧香 烧香时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规矩 当然大家比较关注的是 为什么烧香时需要三根香 尤其是佛教最注重这个 要解答这个问题 就要先知道三在古人眼里意味着什么 在佛教的眼里又意味着什么 所以这件事侧重点还是在于三 三 首先他有古人的生活基础在 周代史补是渐渐形成疑问 二宴 三不可的礼仪规矩 所以说是不过三 在立法和数学 尤其是数学上 人们也渐渐意识到 三他往往一个稳定的结构 结伴三人形就恰好 后来他还意味着多 不管是道教还是佛教 他都意味着多 道教以老子思想为例 他是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在佛教中他也是万物的表现 在文学表达上 三丘也是指多年 也就是说 三在古人眼里 是一个刚刚好的数字 是一个显得非常多的数字 又多又好 就意味着这个数字非常吉利 在佛教中 他刚好可以涵盖三个字 佛 法 僧 还有另三个字 戒 定 慧 称为三宝和三学 所以烧三根香的意思就是 烧香之人对于佛 法 僧表示自己会 勤修戒 定 慧 剪除滩 宣 吃 所以这三根香又被称为戒香 定香和慧香 是有着积极意义的存在 上这三柱香的时候 还有步骤 比较细节上的 首先是用大拇指 食指加注香 然后剩余的手指合拢包裹 并将香举到跟自己眉毛齐平处 根据这一点 你可以观察到 佛堂中哪些人 平时皆不接触佛教 接下来就是插香 也要注意到 第一根徐德仙插中间 第二根插右边 第三根插画左边 所有的一起要插在香炉的最中间 每插一注香 口中都需要默念供养词 插完之后才磕头 当然并不一定只能插三根香 有时候也可以一根 但绝对不要两根就行 如果是为了两辈人祈福 那么可以是六柱香 如果是三代人 那么可以是九柱香 到十三为止 不过这些规矩你也可以不讲究 中国民众对于宗教 向来是信则有 不信则武 但如果你决定去上香的话 还是要记住这些要点 因为这些都和迷信 不迷信无关 中国自古就是礼仪之邦 很多细节上都有自己的思量 就像穿衣打扮 都有重重的讲究 何况是这种相当于 有求于人的时候 则更要慎重 烧香时的规矩 起初也并不是佛教 或者道教众人要求的 反而是信徒自己悟出来的道理 他们认为 这样才能显得自己诚心 这样周密的步骤 才能让自己的心愿 传达得更为准确 读国学经典 误人生智慧 对不起 我传达得更为了 你不想到 我不想到 再误人生智慧